这集亨利教你 专业投资者是如何选购房产 让我告诉你 一个地点只要符合这10项条件 会有多么惊人的倍增 我的办公楼 加兰Pukit Pintang Pavilion 隔壁 198多年 新加坡业主用100万 买下了一棟五层楼的店铺 几年后 他再用1.5个Million 买下了另外两间 总共三棟 那时候是用400万入场 大家猜一猜 如今已经价值多少钱 单单一棟五层楼 就已经股价25个Million 400万成为了今天7500万的价值 房地产好的地段 何止翻一倍 专业投资者都会先从大环境下手 到底哪个地点值得购买 第一地段 是不是CBD Area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商业和资金的集中地 如何看CBD Area 主要是国际品牌 国际银行 国际大酒店 政府大厦 国家大企业 和摩登大楼 主要是这些商业大楼的最基地 就是CBD Area 每一区都会有不同的CBD Area 如KLCC KL Sentra Mid Valley Damansara Heights Mutra Damansara Subangjaya 不中等 只要你的房产距离CBD越靠近 升值就越快 而越远 升值越慢 流动性越低 二 人口 人口密度 等于人口数量 除以土地面积 人口密度越高 代表那个区域的人口 更繁华和集中 每年市政局都会有官方数据 能够知道人口增加或流逝 投资增值 非常注重人口的密度 反观自助 一般都会选择较疏散 或绿化的地方 三 入住率 只要学会分析入住率 就能拿到准确的答案 到底是整个区域 没人居住 还是只有这一栋楼没人住 通常一个区域 没人居住 是因为没有居住需求 建太多房屋 没有就业机会 没有商业活动 人口不足 或交通不方便 如果这一栋楼的入住率非常低 是因为刚建好 需要时间入住 治安非常差 物业管理不当 建筑或土地有问题 那要怎样知道那一区的入住率 晚上开车去巡视 看看灯光亮了多少 或者工作时间询问物业 他们都会有数据 而投资的朋友 更应该注重公共交通 尤其选择地铁站一公里内的房产 更具有生殖潜能和容易出租 还记得十几年前 我投资的第一间房地产 就在地铁站旁边 那时候我用70千进厂 用了几千块来装修 就已经租到600块 如今已经价值300千 当你选购房产时 先把这几个地点圈起来 你的工作地点 父母住的地方 和你孩子的学校 这样的话 你就比较有方向感去选择你的房地产 很多朋友被新项目的设备和环境吸引 买了住了进去之后 才发觉每天要塞一到两个小时的车 才能够到达工作地点 而投资的话 我觉得应该考虑 未来有没有买家愿意借手你的房地产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 掌握房产秘籍